1999年,联合国一向化时代的举措 由时任秘书长科肥安南开启 2000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联合国总部正式成立 实行企业会员制 是联合国和各国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历任联合国秘书长均亲自担任全球契约组织理事会主席 2004年,作为唯一专注推动商业向善的 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率先提出了ESG 即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 得到各国投资者和企业广泛关注 2021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 SDG试点项目 聚焦缓解海洋塑料污染 助力低碳经济转型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将以GDI 赴SDG试点项目为起点 倡导通过跨行业伙伴关系 激发企业创新与务实行动 为减少海洋污染 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构建海洋生命共同体 做出积极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